好了,回到這裡,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有網友留言問中國的運金車是不是在光果那裡遇劫 是的,這件事是真的 這件事真的發生了 是光果民主共和國自己公佈出來的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些人問,為什麼中國那些會被人劫的呢? 我講一句實話給大家聽 這些事情呢 全世界都會發生的 如果你有運輸黃金的車,你的保安做得不夠 就一定會有人想劫的 或者有內軌,有內軌就會劫的 為什麼在光果那裡這麼容易有這些事情呢? 其實非洲當然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 這個冒險家的樂園 就自然會有很多這些事情 這個光果民主共和國政府公佈的消息就是 有一支運輸黃金的中國採礦車隊 就在光果的東北部遇到襲擊 有四個人死亡 有兩個是中國公民來的 美國媒體報導說 這件事就在South Kiwu Fitsi South Kiwu就是那個省 可以叫做南基庫 不過跟Kiev沒有關係 Fi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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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叫做肥屎鎮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譯名 它都有中文的官方譯名 但是我不知道 當地政府的行政官員 就叫做Sammi Babitbanger Kalonji Sammi Babitbanger Kalonji 他說有一個光果士兵 一個司機 和兩個中國公民 在Kimbo River 金寶河那裡 就發生的武裝搶劫裡面喪生 那麼 這個Kalonji 他還說 還有三個人在襲擊那裡受到重傷 就包括一個光果士兵 和一個工人 傷者就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 那麼Kalonji 就說這個襲擊者就劫走大量 究竟有多大量不知道 其實是有大量的黃金 那麼禦閘的車隊就屬於 一家在South Kivu 這個省經營的中國抗業公司 這個中國抗業公司 又不是國企還是什麼 應該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中國公司 就在South Kivu那裡 開金礦和其他礦產的 但是這三十年 其實那裡是一向都有 做一些武裝團體的 其實就是來搶貨 那些貨是值錢的 那搶貨也很正常 如果你有看過蘇讀三 那些你就會知道 那些貨是在路上走的 那他自己運貨的人 有自己的武裝 但是 如果你有其他武裝 比他厲害 那你就可以搶走他的貨 對不對 這些是沒有辦法的 那有超過 一百二十個武裝團體 就是在江果東部 那裡爭奪土地的資源 那就是他爭奪了土地之後 當然是裡面的資源都搶賣了 那裡針對採石牆和採礦公司的襲擊 是相當頻繁的 那2022年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家 中國抗業公司的一個江果員工 在類似的襲擊那裡被殺害 所以這些是沒有辦法的 你去做這些事情 那當然有風險 對不對 那 香港紀文就是 C1A多數走私可X因 很少結黃金 我不知道 香港的電影 當然是有些有題材 是說去夾黃金的 好像之前有一套 就是謝天華 陳小春 那一套黃金兄弟 就是夾黃金的 因為黃金融掉了 沒有記認的 那他就夾一些沒有記認的東西 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現在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現在用那些虛擬貨幣就可以了 那些虛擬貨幣 你說真的追蹤不了 其實有方法追蹤到的 你不是沒有方法追蹤的 這些是 你黃金融掉了 就真的追不到的 喏 那麼 Camp St. Lo就說 不經下一套片可以光顧 那些地方是不會的 其實這些地方是很危險的 這些地方是很危險的 喏 地方危險 不代表是沒有機會的 就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是絕對比較多機會的 如果你有冒險精神 所以我說這個是冒險家樂園 有冒險精神 那就去吧 喏 Raymond Lee 說一提美國媒體 就是打圈 其實很多事情我都發現是有點這樣的 一說日本仔衰 就有打圈 摸他街上 那麼厲害 其他人說 簡直好像山不管地方 其實 通常都是山不管地方 才可以令人發大達 其實 這些一定會有人去的 有人去的 目標很清晰的 我知道有些朋友也是這樣 目標很清晰的 就是要發大達 發大達 有些朋友真的會跑去非洲做事 我只能夠說實際的情況給大家聽 一個 比較成熟的經濟體 你賺錢其實是很難的 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 你賺錢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 有些人是要習慣 比如中國大陸這樣 其實 現在整個市場是逐漸成熟 其實賺錢就會很難的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很容易賺到錢的 這個是現實問題來的 講到這裡 就算了 這些事情其實 經常都有的 坦白地跟大家說 這些事情經常都有 不過 其實沒什麼人會理會 為什麼呢? 是預了的 其實 預了會出事 譬如說 你去泰國 就是 去 去 去拿貨 那樣 就是 你覺得他會不會 拿貨是 完全風平浪靜 沒有人拿槍匪 那些 你可以 覺得是這麼 平淡 可以賺到很大的錢 其實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彈雨昌臨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麼 極點匹匹蕭考員 真的賺命賭 其實他們在非洲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非洲有很大的 有些地方是比較穩定一些 譬如說坦桑尼亞那些比較穩定一些 有些地方是真的 很混亂的 雖然穩定一些 但是如果以一個 發達國家的標準 或者 就算以發展中國家的標準 他也是 比較 亂一些 那麼 香港藝民就說 亂世才有機會 才有金錢暴利 是的 所以 曾經有人想在香港製造亂世 包括這個 余若薇 他說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他是製造亂世有種責任 他說 Ben Tonny 說 去江國找金剛 如果真的找到的話 你當然會發達 當然是 是 這裏說有沒有保險 這樣 這些是不會有保險的 沒有公司肯保你 這些 我也很老實說 這些是不會有保險 可以說得到的 現在的保險公司全部都在頭痕 因為近來都收到消息 就是 因為天災太厲害了 不是香港那些 就是其他地方的保險公司 但是這個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近來的天災太厲害了 就是夏威夷那裏有Claim一獲 就是近來在佛羅里達州那裏 又是有巨峰 又有Claim一獲 其實今年 美國他們預測了 這個大西洋的 巨峰季節 就會多過 平時的巨峰數量 那麼 現在的保險公司全部都在頭痕 我剛剛才收到一張保單 就是一間屋子的保險 保費是貴了三成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 你還是要保的 為什麼它貴三成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三月這裡打大幅 有些人的屋子就催掉了 那麼 它沒有辦法 它不可以虧太多錢的 保險公司 它一定要加你錢的 所以 接下來這幾年 大家都要預算是很難的 是很糟糕的 這是很糟糕的 Line King 88 說得對 全球保險保費是上升的 美國那邊也是上升的 我問過其他人 現在聽不到了 你說通脹可以緩解 沒什麼可能的 老實說 我也跟大家說 通脹緩解是沒什麼可能的 為什麼沒什麼可能呢? 若若東西都很糟糕的聲碎 所以通脹是很難緩解的了 在其他地方 你說會不會 現在還沒影響到中國 以及還沒影響到 中國香港地區 還沒影響到這些地方 但是遲早也會影響到 你想想 上次華北那裡 當然國家可以出手 就是可以調控的 因為國家是 國家可以行政命令 叫保險公司不准加 保費加得這麼厲害 但是問題就是 一定很麻煩 你的保費加得不厲害的話 之後很有可能 之後是沒有錢的 現在 又可以分析一下 國家正在做什麼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出來說 就說 喂 好像你說得不對 真的會繼續救市 其實現在我看到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好像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 香港股市是會再稀多一會 這個是有原因的 我休息一會回來 我就會講 休息一會 好 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